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舊翻的回顧 第二套就是 將真的一如我身關鎖空去 夠膽把所有戰術、戰爭的全部用棋去表示就算了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維持一貫的風格 即是沒有錢 那又未必的 其實真的不敢這樣說 表現是蠻好看的 你明白戰方是什麼 如果他游到什麼戰機就不要緊 但是他在戰機之後加上一些正常的畫面 但畫面又會突破呢 這個可以彈彈的狀況 接下來要說的是《魔彈珠王與戰機》 《魔彈珠王與戰機》 不是《珠王》 《珠王》是《國王》 我們在《新番》的時候也說過 這套作品其實就是 在戰爭中的所有策略很理所當然 而這套是回到尾的時候 他也可以一如二往秉承著這個作風 他從尾的戰爭是交的 他很久就跟你說這套戰爭的形勢是怎樣 軍事行鎮怎樣的戰爭是交的 而你說 我覺得這套作品 我不知道原作小說版的時候 應該是花很多蝙蝠去講形勢 他在動畫裡面 他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是花了接近四、五集時間 我先清楚 先不論名詞 大家都知道名詞我比較弱 但我不知道其他主詞是怎樣 我花了四、五集時間 先搞清楚他們每個國家 或者每個領主 每個貴族 他們之間一部份的關 因為其實他們喜歡 去到那裡突然再插多一兩個勢力出來 要令到你老海中那張這樣的勢力的分佈圖 去擴大它 但去到四、五集 其實我都沒有去到 搞得很清 簡單說 有國家 國王你也說得來 下面有七個戰機 但國王就被加神龍拳 有個泰納帝搞事 現在我們諸葛就是一個邊境地 嘿嘿 那個是對面國家 蛤? 我當然 總之 你別以為拿著電話 你說得對 那裡是兩個國家 那裡是兩個國家 戰機是Gestado 沒錯 Gestado 就是國王 有七個戰機 接著才是其他大神 但Tigrew那邊是另一個國家 Tigrew那邊就是貴族 你當是分封主義 但其實兩邊都有邦交 應該說不是國家而國家之間 是貴族 貴族和領主之間有私下交流 他們之間有勢力互為的關係 一開始我都有友馬的情況 我都在想 其實他們是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我再 在他聽說 龐實大是很辛苦的 其實 他是說了大輪對白 大輪做的 我連他的勢力 什麼都不知道 他沒有地圖 你看完都不知道 我看得出來 其實 他做不出這個原因 因為大家就是 你沒有國與國之間那種 真的禮節 因為我跟你說 就算兩個國家不同的人 他們去做一個外交 他們兩個就好像是 大家是同事而已 其實 坐在那裡 不是經一個很正式的邦交 有 就是用光的戰機 只有那個 但問題是 這件事有做過的 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第一 你分不到哪裏打哪裏 他的旗動出來 他不貴了 有兩種款 即是他會動一種是 他自己的國旗 加動一種是 他們的領主國軍旗 結果出現了兩種旗 然後那個 是挺花巧的 你很難的明確分辨 而另一件事就是 他們軍隊的裝甲 其實全部都是那樣 結果你就分滿 都分不到哪裏打哪裏 你只知道哪裏有龍 哪裏沒有龍 哪裏有女裏 哪裏沒有女 有龍沒有龍 我這樣說一件事 其實 他在這個 你說在這個 %上 其實 因為他一開始 他需要帶個大局勢出來 尤其是 當第二位戰機出場 我不記得叫什麼 用兵 用兵 那位 那位戰機出場之後 他是突然之間 將原本 在早期都很單一 就是 現在艾連 他俘虜了主角 接著就是 將一個原本 不是他國際的領地 佔為己有 而發生了 就是 因為 奉倫投降 就是提格爾投降 而 產生了就是 各與各之間的領土勢力問題 其實開頭這件事 就是 在這個層面上 都幾簡單 然後 其他就是 原本提格爾 他本身的勢力 他本身所屬的國家 因為要回收回 他的領土 而發生了戰爭 而艾連本身就是 喂 我拿了 這個已經是我的地方 這句起因也有少許問題 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你剛才說明是七位戰機 時光討國王 但是他們 戰機和戰機都會互相打 但是沒有人會互相打 其實你當是 如果中國來說 現在是周潮 你們這群人在這裏打 不要緊 總之你們要記得 你們這群狗 你們要記得 你們的主人是誰 定時進鋼 我告訴你們打到抽筋 就不關我的事 就是國王的經濟 周潮你打的 是打到同一個國家 你們是封地封地打 這是你們封地封地打 封地和街上的封地國家打 不是啊 明朝就是這樣 所以我說這件事 開始複雜了 就是另一位戰機加入了的時候 因為就變成什麼呢 是兩個國家之間不同的領主 他們之間他們又合縱連環 去形成一些勢力 去為了一些其實不知道什麼的理由 其實一直都沒有說 炸魚 很簡單 好像說 電兵收支又說 不知道跟馮龍那邊 什麼電兵相 跟兵那個就是自己 又不知道跟哪個領主 又說有好關係 不就是最後死了那個 有笑話 然後又說 是細膠 MIRR他本身是細膠 那場戰爭也是很詭異的 那場戰爭就是 由海流解釋 MIRR那邊的軍隊 就是為了測試 艾連那邊的軍隊 試彈的實力 然後跟著 就用一個 守城的戰術 閉門不出 免戰 好奇怪 免戰 就是叫做什麼呢 因為這個要塞 只有單一的道路 其實他有講 我簡單講一個背景 就是當 我忘記了他轉錯 到底是誰打誰 總之就是 主角那個國家 十倍兵力 就去打艾倫那邊 打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被人打回頭 然後所謂的王子死了 然後馮倫又被人俘虜了 那俘虜了那時候 你的領主被人俘虜了 那我們要收回領土 其實不是收回領土 是那個什麼艇 那些 其中一個大勢力 就去打他的領土 於是他要回去救駕 於是就產生了下面的隊 然後馮倫回來 就打剛才那個 等等這些 但問題 那個人 用兵的戰機 是世交來的 於是就成為了 左右夾他 一起夾著 國土 於是他打了一個 先 就出現了剛才薯先生 那場戰爭 但問題 為什麼你打人 後來會被守城 不是 艾恩你說的 有一個形勢的事情 你漏了 他那裏其實是說 本身艾連和提格爾 本身他們兩個聯軍 他們是要通過某一個地方 因為另一邊 有一個地方 是被另一個貴族去打 他需要過去支援 而這個要塞 這個位 他們就要經過這個要塞的位置 所以其實 米拉本身他的策略就是 他是要不讓他們通過 即是他要斷了兩邊的來往 即是你一開始兜路就可以了 你不是知道那裏不是你的地方 那戰略的事情 有些事情你不可以說 兜路就兜路 你不夠時間 我明白 所以他選擇就是 要去攻破這個原因 而米拉本身的角度來說 就是作為這個邦交的導演 我去協助你 當然這個協定是很無謂的 就是當他發現之後 其實你射箭可以射死我 然後才射死我 你不射死我 那我唯有就 OK 那算吧 那我當我還回人情給你 就是這個 其實是有點兒戲的 其實你這件事 就是你說看不到那些禮節 和邦交 什麼呀 戰機打到貓 不可以的時候 那些暗殺者走過去打他們 不要緊 你有人執拾二攤 不要緊 這個敢會兩軍交鋒 有第三勢力 我覺得是一個很 很常見的事情 但問題在於是 他一開始就脫下的介紹 就是說 他不是想幫他 他不喜歡他 他是因為這個邦交上的需要 傳統上邦交上的需要 他需要去支援他 但你去到這個位置 你不會因為一個人救了你就說 邦交上的東西就會沒有了 你現在說的是一個領主和領主之間 他們之間的外交的關係 就是他救了你 他們經常都會說 人情還人情 數目就是要分明的 有數目嗎 九個之後 已經變了一條仔的跟班 給你一個like 他們是很有煞惡介紹 說到這件事 但是呢 去到最後就是 當然是偉大的 用戰可能是好些 我現在都在學戰 我也沒有想問 我也有這樣的著數 可能沒有的 其實是 可能我要戰術點滿 我才可以去到這個境界 錯了 其實不關戰事 是關歷場事的 你念錯方式 可能是 這是認真的 我覺得有話說 這個是有道理的 就是這一場戰術 我想再戰術最高手之類的 是很容易 開頭的戰略是很容易起的 特地找這個年輕的道路 就是很典型的戰術 你可以說是 老一定不只得一條 而他找到之後 而好像米拉已經知道 其實我已經猜到你們 你們會用年輕的這條路 但是猜到之後 他又好像沒有任何策略 我猜到你了 是不是很聰明 然後整件事就完了 正常的 用一些伏兵陷阱 他等他打 他只好等他打 如果老實說 作為一個所謂的戰爭 當你明知敵人的策略的話 你是不會用守城的策略 你是用伏兵的策略 甚至可能其實 已經在山後面 一早已經埋伏了一大堆的策略 一走來就淋了 雪斌 不用 你夾擊已經死了 他那裡其實只可以帶少數精英去 他們去騎襲 他應該找少數人在後面 夾他就可以了 一邊在城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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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時是主城的 正門找大腿衝 他完全不理 找一支瀑壁衝 而有趣就是 你說如果這個戰術 所謂的突擊戰術 其實艾連這邊 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突擊戰術要成功的話 就是有人轉移了他的視線 正面是沒有人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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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繼續在煮飯吃 然後老實說 後面一早已經猜到你騎襲 其實你這個騎襲 你有沒有被人發現 你這個騎襲的智術 本身已經是很有問題 自殺 用一個最簡單的 Mon Hunt 角度 先說 你先打著龍 我去補血 然後誰知道 你先打著龍 我過了他 不是 用一個很簡單的鐵三角理 就是 騎襲這個是主要的DP 就是主要傷害的來源 你現在要一隻彈 那隻彈是沒有出現過的話 你認為一個城裡面 所有的總兵力 去對付你這個100人左右的騎襲隊 你說誰會贏 除非你全部熱敏上身都會死 不是正常的 最好打的戰機 不是在這隊隊的 是二手副手打的 我都覺得戰機在哪裡 前方那裡是為了拖延時間 這場戰爭本身 這場所謂的策略就是 無論艾連本身的策略 或者提格爾本身的策略 他們兩個的策略本身都極度有問題 而當然首方那位在這方面也不弱 首方那方面就是 我知道的 我問你你就是騎襲 當然他也是似著一件事 我城門夠巧 你應該是打不穿的 這個不是理由 你城門後是一件事 你能不能扔你這件事 即是他覺得 即是我的戰爐 我一定能扔不穿 但能不能扔我 你弄錯了兩件事 因為他一開始都說 戰機和戰機之間 不一定是一個盟友的關係 他們可能因為一些利益 或者一些形勢的情況 他們會互相敵對 有些閃電那條賣 都出來不知道做什麼 而這裏的故事裏面 其實你講不到的事情 因為這裏有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就是現在兩個戰機 同時是幫助另一個國家的勢力 消耗自己的兵力去做事 其實你會發覺 這個會不會是另一個國家的陰謀 我就是要你們兩個戰機 打山打西 然後跟著有人來撿街 講到這裏 其實米拿的首成可能就會有道理 我不是想和你直接衝突 我是想你支難而退 你這樣說這件事 其實是否會順一點 其實是會 可是他沒有這麼說 你只是想的 我只是想的 但是你這樣想 你精神兩個戰機 當然我不知道我國王 是一個什麼心態 看著兩條女子打了一張摔戈 他可能覺得很開心 可能是 但他很遠都看不到 是魔法的東西 你吃條件 是啊 龍也有落魔法的水晶 這個東西真的很萬用 他可能有個水晶在想 嘩 行啊行啊 喂 買一隻眉手 喂 A外族 你有沒有興趣賭這盤呢 買米拉就一陪二 買這個藝年就一陪二 大家可能正在開賭局 買一隻眉手 如果這樣的話 這件事也是合理的 嘩 你突然很痛 我明白整件事 不是這樣 我是想不到 國王為何要不阻止他們兩個去 其實你落過柯彈 老實說 對國王來說 你領地的利益 其實是與我無關 總之說 我要維持現在是 我的國土 我的勢力的完整 我的勢力的完整 對方的國家 亦都沒有出一個 叫做國家的正式的 協力邀請 去叫我做這件事 你其實是沒有好處給我的 我為何要浪費兩個戰機 你這樣打過後 有個戰機可能會失敗 這樣就自己失敗 死了一隻龍去失敗 你會令到有一個勢力瓦解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各自有自己的領地 領地都會有一個混亂的情況 你作為一個稍為有智慧的人 我覺得你不需要有一個軍事 軍事或者政治才能極高的人 你都會想到 這件事怎麼看都是沒有利益的 在過了這件事件之後 然後提格爾他們這邊 就組成了一個銀色流星的聯軍 這個名字當然很喜歡 你不要管這些事 當然你說說服那裏 其實都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提格爾本身被冠以這個逆賊 買國賊的名義 在他的大義名份來說 其實他是沒有大義名份的 他只是一個 受美色所誘惑的彈省 而且這個國家是看不起用工的人 這個老闆不喜歡他 就去那個老闆那裏 老闆有美女 又受扣 他的意義就是 對另外那些工作不滿的人 將他們召集在一起 還有那些利益 所謂利益 當然很薄弱的 其實那裏我都不怎麼看 然後就組成聯軍 然後出現一個黑騎士 這傢伙簡直是精彩 我覺得這些東西我簡直是 騎士中的騎士 黑騎士 大家都知道 一些設定的東西 其實在這些作品都經常發 戰機只能夠和戰機對抗 戰機你當是一個戰力單位來講的話 應該是 是一個很高級的戰力單位 但我不知道騎士中的騎士 黑騎士究竟是一個什麼單位 沒錯 戰機的單位是對面國家 對面國家你一個單位是騎士單位 你搞錯了 有話有道理 你突破萬點 正想就是這樣說 你有七戰機 我七騎士一吹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黑騎士就是受到國王的好處 當然這個所謂的命令 就是由那兩位公爵去發佈 總之現在 提格爾就是這個 其實不是下一個 都是那兩個 通常只有一個 總之他們說 他們是合同的 你當不是合流勢力 自己都是落近了我打的 你給他一些 credit 他不是合同的 嚴格來說 然後就派演了 就是所謂守護國防的騎士團 去徵討銀色流星軍 到了這一役開始 出現了一個走向就是什麼 所謂的將領 是不會指揮的 將領就是什麼 我喜歡單挑 三國志 單挑 你挑人 就是對面那些雅架 很正常 很合理經濟效益的方法 其實 我不敢這樣說 但問題 這是不是西方的戰爭 應該沒有單挑 是不會單挑 西方 應該說 其實中國 大家不要給三國志 應該太深 我相信 我遊戲而已 其實大家是不會單挑 帶兵打仗的話 我帶一個將軍 一個將材 帶那麼多兵來做什麼 就是為了指揮士兵 現在叫你打男子家 死是你死 我坐後面 也不想先去試殺 當然你說 在第一次的遭遇戰裡面 也是說了很多次 銀色流星軍 就佈了這個什麼什麼陣 然後那邊 三日月陣 各自用騎兵的機動力去突破 但是我在想一件事 對方好像都是騎兵 應該全部都是騎兵 你有沒有說嗎 兩邊都是騎兵 我心想 這個三日月陣 除非你說 這個黑騎士的騎兵 就是他們全部都是赤兔部隊 日行千里 所以他們是被任何騎兵 都有一個靈界 高機動力 三會最高 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的三日月陣很合理 但如果對方都是騎兵的話 那麼 你的衝陣 對方的衝陣 有什麼威力可言 軍人的質素 很理所當然 其實這招是一招技能 大家要這樣看這件事 這招是一招技能 三日月陣 能夠造成一個極大的破壞傷害力 即是 附加厚啊 沖散敵佛陣 沒錯 就不理對方是什麼兵 對方的兵 所以其實他們這套東西裡面 我看到這招會城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們所有的陣法、陣式 所有的戰略都是自說自話 這個戰略好像一本公式書 就是 偷襲可以削弱對方的兵力 還可以減弱別人的士氣 是不是很厲害呢 他不會告訴你 這個戰術的成功率 應該是在什麼情況之下用 還有定力的情況 還有 對方究竟有沒有智商這個問題 他是智商的 他完全沒有考慮過對面 即是你出卡就考慮自己怎麼出 即是他不需要考慮對方現在的佈陣有多少 總之他會說 偷襲就可以削弱別人的兵力了 但你說削弱別人的兵力 老實說偷襲 有一個定義就是 如果對方的兵力太大 其實偷襲是沒有效果的 偷襲只會被人殲滅 好像人家佈了地雷卡 反轉反轉 你還不知力不敗 沒有想到就玩完了 其實這一套也是在黑騎士這一套裡 深深開始的套路 後面也是 這套路 當然你說這一套裡面 最後黑騎士跟馮倫第一次丹聯 發覺這傢伙的戰術很高 射死那隻馬 難道那隻這樣的戰 難道是一種有心讓他追趕不到 當然我們當毀難的窩子彈之王 是很厲害的 自從刀行的 然後當中間中間有一個小節插了 就是他拿到黑弓的力量 那段沒什麼用 其實 只是說 很表面的 我刺你力量 然後就要射爆你女僕的衣服 射他不死 你說到他映爐 我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當拿到力量之後 然後再趕回去戰場 沒用的 當然在艾連跟黑騎士打 其實說到小時候 艾連根本上是處於下風 其實我看上去那一役 艾連就說 我都不太明白 這一役裏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他令我一個感覺 我不相信小李飛都是黎不去發的 他們是我的兄弟 明知一支箭在面前射 大家都認為自己的視覺 自己的動態視力 和自己的身體能力是很強 是可以避開或者隔開之戰的 他們是直衝的 直衝的 十個十個正在衝 他們是屯都不舉 老實說 對付工最佳的方法就是什麼 蛇形行 當然是 有屯頂先 大哥 都正常一點 大家好 我不知道是否 因為這個國家的文化關係 他們真的覺得戰手 攻守是廢的 他們真的覺得攻守之戰是沒什麼用的 他們真的覺得 而他們對他們身上的規格是很自豪的 不是正常的 男人穿的規格很厚 看他們女兒不穿西瓜 為什麼是 不要理這個問題 他們是落雪都不穿規格 女人他們沒有穿規格的 你錯了 一向設定來講 女人越少暴就越高防禦力 那這法怎樣 風機格的規格正常 不是啊 他穿蝙蝠的時候也會這樣穿 穿多衣服就不用那麼高防禦力 黑騎士的客人很好趣 當然他一直對這個命令是有疑惑的 但他跟米拉的個案是一樣的 他對這個命令有疑惑 但是對他來說 他是忠於這個王國 或者忠於這個國王 因為他被國王說 你成為騎士中的騎士 這一句 我深深地感動了他 就覺得 我一定要為這個國家賣 拋樓圖 撒熱血 突然有個男人的樣子 在後面出現了 然後跟著 他也是 因為他覺得 其實 提格爾這個人 應該不是他想像中的 叛國 但是 命令就是命令 打了先 打了先說 然後跟著 單單挑完之後 跟著 當然我不排除他爬底 因為他沒有你舉劍 這個案子就說 嗯 我對這個命令 其實都有些疑惑 其實 我 暫時 相信著你 然後說 我頂你個廢 你是死了你自己一大堆的騎士 然後 然後告訴他 算了 當然 他那一刻 其實我深信 這個黑騎士 那一刻 那一刻 他那一刻 就說 我爬底 所以說 騎士 為了守護的關主 我一定要補命 這些就是騎士中的騎士 那也是他解釋的 現在 上面的路頂 用魔法朱體積我們就打的了 那做起做全套 死人才都要 是不是 真是 嘩有道理 如果一來到 我不跟你打槍 我去和談 我背叛了 但是 我們打過來 死一堆人的 那打不過就打不過 有馬如果說到這裏 那就合理了 那當然黑騎士 就想回到這個國家裏面 問清楚國王這件事 而他死因是什麼 他令到那個大臣 輸大錢 我賭你贏的 我賭你贏的 你有三入月鎮 騎士中的騎士 的黑騎士 你本身一門一門的賠率 我收了外面外圍賭道 還打到人家對風機 說是想出籠技的 你知不知道 對方 吹起了對方的風機 這個戰機有多厲害 我買你的賠率 我收了外面的賠率 是你贏的 你輸了 你現在累了我輸大錢 我對你 都不應該 你們說得好像搞笑漫畫 那我覺得就是 老實說 黑騎士是一個最厲害的人 你這樣殺了他 你知道怎樣 因為這一套裡面 有一個很表面的地方 就是 所有的決定 或者是對一個有勢力的人 作出一些攻擊的行為 甚至是殺害他的行為 他是完全沒有想過他背後的勢力 你講這個黑騎士 是在幫你解護西方國境 你說對他就是對他 而且這傢伙就是告訴你 他也知道 你是因為知道他這個性格 他是不會違背這個國王的命令 其實現在知道你多下一個命令 就說 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 國王不想見你 他也催你不想 他只能夠有不滿 但他不會 因為他是騎士中的騎士 他不會背叛這個國家 即是肌肉滿點 但是智力低一點 很明顯他是 就是 一個人 明知道 皇宮裡面是有危險 連自己的劍也不大 這傢伙肯定是有問題的 人家信用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很偉大的 不會對付他 而你也明顯知道 那個人也是 另外一個大臣也說 你為何要對他 你對他去西方無人抗 因為人家兵變 那不是大臣 那兩個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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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個公爵說 你為何要對他 他只是跟你的領土 也不是跟我的領土 而我覺得直接的原因 根本上 他想殺他 他就想殺他 那是 回到刀劍神的理由 不可以容忍我戰機 戰機最厲害 你救戰機你死吧 麻煩 這樣而已 關刀劍神是甚麼事 很有趣 你由他知道 他留了一把劍 就知道這傢伙 由他一開始說 我要回去問清楚 我便知道這傢伙是死硬的 是死得有幾膠 當然 去到後面 就是 又說回戰機的故事 戰機那邊 本身 好像因為不同勢力的關係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合眾連環 就是 我又要特意 誰對誰比較好 誰對誰比較好 因為我又跟另一邊有勢力的關係 所以我會幫這邊 搞了很多這些套路 當然戰術裡 也是有這個 而當中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對紅鬍子的戰爭 八千對八萬 簡直是精彩兩萬對兩萬對兩千 對 但是看不出有甚麼分別 對我 最精彩就是這個奇襲戰術 你看到就是 這個二萬的軍隊 他坐在一個長蛇陣的形式 就是去行軍 然後他又說 嗯 用偷襲戰術 就是削弱他二千兵 他用二千兵 你削弱他二千兵 你要削弱他二千兵 沒有用的 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不是分開了 六七個部隊 你分兵戰術 因為他用了分兵戰術 而你用特襲戰術 人家是整個部隊 你特襲 當然你說 他唯一一個說話 可能他是騎兵 騎兵打武兵 不會呀 差那麼多人 不是呀 一槍兵黑騎兵 不是嗎 不是公兵 公騎兵 公兵黑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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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精彩就是 當然熊梅珠覺得 沒甚麼所謂 少了二千人 沒有問題 還有很多 正常啦 我有一萬 然後提格爾那邊的軍隊 他採取了一個很有趣的戰術 就是土女戰術 將那二千人 推在山上 這個 大家如果有看三個自衛 一看三個演義 這個就是典型 馬叔 馬叔 最愚蠢 死在最大的 戒屏 可能說 兵師說佔高位 我就佔高位 佔高位 是氣高 當然他沒有說這個問題 被人為 高位裡面重要的是 如果二萬兵 當然我知道這套東西 所有人都沒甚麼自力的 紅狐子那個人 只要用圍困之術 二萬兵圍住這裏 我可以說一句 山上的人你不斷先 不喔 如果他做戲 都沒想到給糧食他們 沒有戲都沒有給他們 所以我想說 他圍在一個土女裡面 幹甚麼鬼 自殺 當然你說紅狐子也是笨蛋 他把自己分成六隊 然後他又說了一大堆自術 我覺得那些自術 我真的可以說 喂 你這套東西 真的自說自畫 都是很重要的 那不是問題 他不要做畫面出來 他做人自己出來 就很搞笑 這套東西 最終就是說過 發現了這個王女原來是公主 那一大段 甚麼王女是公主 王女是女人 王子是王女 王子 其實不是男是女 不過假裝是王子 或者這樣說 這套東西裡面 其中一個最失敗的地方 無論在戰術方面 就是甚麼 國家形勢和風土文化 因為他這裡說到 女究竟是幾個不受眾事 在這個王權成界人裡面 當然這個都很基本 很合理的 你說用功幾個不受歡迎 其實這件事我真是 理解不到的 正常的 軍隊沒有公兵 差不多了 只有他們有功 公務實例你明白 其實他是有用的 大將領的事 大將領 是不應該用功的 現在要一隻隻 男人之間當然是用劍的碰撞 甚麼劍 大劍 而這一套東西裡面 也是奉行的 這一套的宗旨 就是 戰機其實就是 一個 開到後期 其實就是一個 戰力單位 你不會覺得 戰機有多強 或者因為 戰機經常都跟戰機打 他打打吹出去打龍 然後士兵 你帶著他 不打 這樣而已 其實龍這個設定 也是很奇怪的 有事有事 那些龍怎麼被揹出來 其實 藥法的場應該是沒有 又知道被他抓回來 不知道 魔亨那邊抓過 一開始 我們在頭幾集裡面 看到 養一條龍 是多麼辛苦 或者 養一條龍 真的是無敵 養兒子也四百萬 養一條龍是多少錢 然後 很久就培養了兩條新的龍 但是 可能很搞笑的 那個人的策略 也說了一句話 我們先用龍 消耗這個戰機體力 然後我們一湧而上 就去對付這個戰機 龍是坦 坦是不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戰術 可能也是合理的 但是 當戰機打完那兩條龍之後 戰機坦了之後 是沒有人理戰機的 其實 然後我就說 你剛才說的話 最好笑是 兩個人在對話 那個工作又是厲害的 在最後一役戰役裡面 為什麼對方這個工作 完全沒有指揮人 所有軍隊一盆散散打的 然後打完之後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 提起 我現在跟你單挑 但是你沒有兵 老實說 作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就說 單挑 沒問題 我整排人在後面 單挑這件事成立 就是大家對等條件 你覺得 我們如果是用正攻法的話 雙方都有很大的傷害 是一個慘性 而我們用單挑去解決這個問題 國和道一對一 但是 而那裏呢 就是說 我見到最後死剩他一個人 我不知道我講什麼問題 大家 阿姨和阿任 可以 沒有說是一個人的身份 只有一條人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跟你單挑 已經不是二萬對二次 我真的說 現在不是單挑的問題 現在你明不明告環境的問題 不是啊 我身後有兩個戰機 我自己的實力也有關 老實說 我作為一個用弓的人 我用後面射你 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當然 我們偉大的提戒爾 就說 單挑 好嗎 沒問題 我用一支箭而已 其實 不是 他的箭是後搶戰 一射之後 後面經常衝到射 我經常都覺得 這套東西 不知道是否後面 大家都不信 提戒爾的戰術有多厲害 等於是不信小利飛刀的飛刀 是勵不虛化 一定是一下子會死人的 就是可能他 不是啊 他只要把劍頂著自己的頭 就行了 不過仰勢一點 會是 不信這字會轉彎 這個故事 當然你說最後的 其實 艾連有說過 為何會幫提達爾 就是為了這個開桌 魔王勇者的故事 他是一個其實 但是 所有這些流於太表面了 無論中間的士氣論 中間為何那些平民會因為 提戒爾的仁德會幫他 騎士團為何 我是不明白為何騎士團會幫他 是會一堆一堆 這傢伙還是逆賊 大哥 即是你覺得 他身為一個逆賊 還為這個國家對抗這個外族 不行 我太感動了 前面先說話 我分明出來幫你 那我國家這些防守哪個搞 前面會這樣說 後面就說 我們過來幫你 那我問你國家防守 這套東西如果作為一個 你對這個戰術 或者這個國家形勢很有興趣的人 你看這套東西 是悶悶的套租來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好型嗎 黑弓好型嗎 我不知道 魔打好型嗎 戰機好型嗎 我又不知道 龍具真的好厲害嗎 我又真的不知道 那條龍又好像很厲害 我又真的不知道 用黑弓有代價 我又真的見不到那個代價 代價是不是真的好型呢 我真的不知道 代價就是有女色之上 是美女混的 沒事的 代價就是他要混合所有戰機 他之後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怎樣一個人可以分 給他七個戰機 不是 一個星期有七天 有七個戰機 問題突出了公主出來 不知道怎麼辦 有道理 還要主流多個女生 這個是外交問題 搞定會有國際戰爭 對 搞定會有 搞定會有 這個真的是戀... 這個真的是戀... 戀機無雙來的了 那會有人設是騙裝 進來的 這套東西 總之一本而言 就是 太流於表面了 所有戰術的東西 其實你真的想看 我覺得 可能真的小說會好一點 這套 我們去到這套 好 我們去下一套